美国芝加哥的特殊奥运组织 4号举办了黄色小鸭慈善比赛 超过7万5千只的黄色小鸭 在河道中尽竹 场面壮观又疗愈 一卡车的黄色小鸭 从桥上倾泻而下 落在芝加哥河的河面上 犹如一大片黄色地毯 场面壮观又疗愈 围观民众爆发热情欢呼 这是美国芝加哥的特殊奥运组织 举办的黄色小鸭慈善比赛 民众通过捐款任养黄色小鸭 每只小鸭上面都有编号 在水柱的冲击下 看看哪只黄色小鸭最先抵达终点 接着工作人员把这只小鸭捞上来 高举在头上 任养这只小鸭的幸运额 可以获得一辆新车 这场黄色小鸭慈善比赛 一共募到将近一千万台币的善款 将协助全美超过两万名智能障碍者 接受教育或参加运动会 让他们过更好的人生 其实黄色小鸭慈善比赛 从1990年代开始 逐渐风行全球 成为许多慈善组织的募款方式 不过有部分的黄色小鸭 可能会沉入河底 引发环保人士批评 林佑任编译